轉排櫃子擺滿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 駐日代表謝長廷即將卸任 14號在臉書PO出打包裝箱的照片 回憶起自己八年前來到日本 只帶了兩個行李箱 沒想到光是書櫃裡的書 就裝了十多個紙箱 另外他還在家裡角落 發現一座公住就任的人造花 說自己一放98年 不少網友在底下留言 感謝謝長廷建立台日關係最好的8年 還有人敲碗謝長廷書單 歡迎大使回到臺灣 而據了解謝長廷與駐發代表吳志忠 兩人都即將卸任 駐日代表將由前考試院副院長李懿洋出任 駐發代表則由現任考試院保訓會主委好培之出任 兩人未來表現備受期待